万众瞩目的新乡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国平派出十人出战 可惜梁静坤被进赛 现如今只有九人去争夺男女单打的金牌 如今首轮的比赛正在进行 比如日本名将张本志和 伊藤美成都是3比0横扫对手晋级8强 接下来都有机会迎战国平球员 反观国平这边王曼玉的比赛率先进行 王曼玉3比1逆转对手拒绝一轮游 此前刚刚落幕的澳门冠军赛 王曼玉不在状态首轮暴冷 输给37岁的老将袁佳南 引起了很多球迷的热议 有球迷认为是肖战的离开对王曼玉影响很大 因为王曼玉陷如今处在散养的状态 也有球迷认为王曼玉是选择性放弃的比赛 毕竟国平主力接连打成都士兵赛澳门冠军赛 还有如今的新乡世界杯比赛 可以说对球员的消耗非常大 王曼玉此前已经拿到过冠军赛的冠军 澳门冠军赛王曼玉智慧型的放弃了比赛 把主要精力放在新乡世界杯上面 毕竟世界杯这样的顶级大赛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再就是在家门口举办 一定会再次引起全民的关注 能在家门口夺得世界杯的单打金牌可以说意义重大 并且王曼玉现如今已经夺得全运会的单打金牌 市拼赛的单打金牌 还差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单打 金牌就可以实现大满贯的壮举 对王曼玉来说新乡世界杯肯定非常想夺得金牌 王曼玉首战的对手是德国名将韩颖 相信很多球迷对他非常熟悉 他曾经是我们省队的一名运动员 因为国内乒乓球竞争压力大 选择改变国籍去海外打球 在德国打出自己的一片 是一名削球手现如今39岁还能 拿到世界第十的排名值得点赞 首局开始王曼玉有些不适应韩颖的销球节奏 首局王曼玉6比11输球 后面王曼玉及时调整适应对方节奏之后 接连轰出11比6 11比5 第四局王曼玉一度0比5落后 并且韩颖10比8率先拿到局点 反观王曼玉并没有放弃 王曼玉上演了大逆转 最终13比11击败对手晋级八强 接下来要迎战日本名将伊藤美成 虽然伊藤美成最近的状态很不错 但是遇到国平主力球员也是输多胜少 对阵王曼玉更是最近五连败了 接下来两个人争夺晋级四强的名额 对王曼玉来说晋级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反观陈梦和孙颖莎本次的 抽签结果可以说并没有那么好 尤其是陈梦首轮遇到高抛发球的袁佳南 可以说并不好打 此前王曼玉就是暴冷被袁佳南击败 对陈梦来说击败袁佳南会遇上陈幸彤 最近陈幸彤状态很不错 对陈梦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此有球迷认为陈幸彤有取代陈梦的意思 毕竟陈梦28岁了 两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陈梦30岁了 年龄不占优势了 在反观孙颖莎夺得澳门冠军赛之后 有球迷认为孙颖莎证明了自己 但是这次和王毅迪分在一个本区 此前孙颖莎接连输给王毅迪 如今两个人再次相遇 孙颖莎有可能陪跑 大家说对吗 这次和王毅运会陈梦30岁了